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北京雾霾的案例 今年来北京冬天的空气非常不好 雾霾也比较严重 但是很多人有一种感觉 就是雾霾随着大风一来就可以被吹散 这个只是一个主观的感觉 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在后面 我们如果较真的话 可以进一步问出很多问题 比如说具体多大的风叫做大风 什么样的天气叫做有雾霾 雾霾具体减少多少我们叫做雾霾散了呢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明确一些概念 首先什么才是大风 通过数据呢我们了解到 2014年到16年北京市三年的天气情况 其中风力大于四级的天数呢有102天 约占10%我们将这些天定义为大风天 接着再来看看雾霾的概念 我们现在明确 PM2.5值是可以作为测量雾霾大小的一个具体指标 那这两个概念明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问出这么一个问题 北京在大风天也就是风力大于四级的这些天里 它的PM2.5值是否会显著降低呢 那基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进行数据分析 最后发现统计检验实际上显示 北京在大风天也就是风力大于四级的天数里 它的PM2.5值一确是显著降低的 那具体来说呢 大风天的PM2.5值平均数是40 比其他天要降低62 比其他天要降低62 124 全装